我等一下要去之前的房東那 我在那還有200塊錢押金 我用了75度墊 我等一下看在不在 在的話跟他結算一下 其實我也有他微信的 我順便到那 把我房間裡的那寬天水瓶拿出來 讓他空空的變回原樣 像新房一樣 挑不出咱毛病 讓他再找病的話 那真就是人品的問題 也就沒辦法了 去吃飯 明天吃完了 當初吃了 當初吃了 明天不住了阿姨 我還嫌人把鑰匙拿回來 昨天鑰匙忘記拿回來了 我去把裡面空間水瓶給他拿出來 嗯 嗯 沒什麼東西了 把這個東西整理整理 這面包別管換別換也不能要了 還有點水瓶 就說這個拿回去還沒用 檢查檢查抽屜 沒正什麼東西吧 沒有 你看阿姨挺好的 這個毛巾也帶過去 擦擦水瓶什麼的 汐兒肩給他整理乾乾淨淨的 就這樣 當初那時候 這個一收就沒了 清清防冷了 你別說看到阿姨和那個 看到老阿姨還挺有感情的 我把這點垃圾縫進去 看看這房間最初就是這個樣子了 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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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把鑰匙給你 那個有個押金說得找您兒子 好吧 那個電費電用了75度 到時候我跟他說吧 慢吃 再見阿姨 再見 行 我去的時候那個房東他沒在 我把鑰匙給阿姨手裡了 回了之後 我就開始給那個房東發短消息 我說這房子退了 你 你回去看一下電表 然後200塊錢 押金在你那 你結帥一下 剩的錢到時候退給我 我是很正常的交流 就是很客氣的 你們也知道 我在外面說話 還是挺尊重人的 特別是老年人長輩 真的特別尊重 結果 我想你們能猜到會是怎樣的 其實我早就猜到了 我為什麼去房間 連礦乾水瓶子 我都拿出去了 而且那個房子跟新的時候 我搬進去之前是一模一樣 就跟新房子一樣 打擾乾乾淨淨的 我就是讓他都找不出我的毛病 我看他怎麼辦 結果說房費不給退 不是像大家說想的那個口吻 就是那種 無賴 地痞流氓 沒辦法正常交流 可能因為我是外地的 而且我是女孩子 她看到我一個人護身在外 就覺得我好欺負 可能是這樣子的 說話非常囂張的 但我就說了一句話 我說該是我的錢 你必須得退 我就真的是這麼狠狠的一句話 然後他一聽到我這個口氣更囂張了 我給你們聽一下這個錄音 恐嚇我 說要退錢的話 讓我過去 故意的這種 這屬於什麼挑釁 你這叫 還不是挑釁的 覺得我就是這樣 要麽你過來 就是那種叫囂的那種方式 因為這個電表 就算按一度算的話 75塊錢 還不到75 因為在我入住的時候 河頭上簽的那個電表 用過了兩度電 我們就算了75 對不對 就200減75 水費是 我能用幾噸水 水費是5塊錢一噸 首先就這個賬他就不對 也就是看我有點弱的樣子 就一個人 沒人給我撐腰 我在異地 就隨便任人宰割 我也拿他沒辦法 他就是這種心態 就哪怕他覺得他打我一頓 我都無力還手 一個押金真的扣完電費 剩100多塊錢 不退 你隨便說點別的話 也沒人在意 但是說話說的那麼囂張 說真的 我真的想揍他一頓 這是實話 因為真的是非常的不可理喻 非常非常的囂張 一個大老爺們40多歲了 他是覺得斬好欺負 覺得我一個女孩子在外面 無依無靠的一個外地人 他是當地的 那叫啥了 我也不會形容 怎麼欺負我 我都沒辦法 他這種思想 就覺得他打我一頓 我都得忍著 就那種感覺 而且半夜還打了恐嚇電話 你們沒想到吧 我這有一個記錄 一會兒給你們看 半夜11點多鐘 他為什麼要打這種電話 因為在微信裡面 他也知道 他恐嚇我恐嚇多了 而且他是蠻不講理 沒有道理可言 這是有記錄的 我有可能會拿到這個當證據 哪一天真的是我報警了 或什麼樣子的 對吧 估計他是會有顧慮的 給自己留了一手 所以他就打電話 騷擾我恐嚇我的意思 第一個是半夜10點 11點打的 第二個是半夜11點 快12點了 就打的 應該不是嫂 應該屬於恐嚇 因為有一些話 從微信裡邊 他不方便說了 他覺得 這些話說完之後 我萬一 留成證據 有記錄 對他不利 所以他就打電話恐嚇 是這意思 你想我大嬰漾出門 在外 在雲南都遇到了什麼 在一個旅遊城市 在一個風華雪月 很浪漫的大理 沒遇到什麼浪漫的事 反而是遇到了這些 我覺得像這種人 這種囂張性情 估計是受旅遊業影響的 也有可能以前的時候 對待遊客 對待外地人 一直都是這種態度 這也是一個亂性 但是只針對他這一個人 不針對全部 其他人 我不瞭解 前兩天有朋友給我通話 說你在哪 說我在雲南 他說雲南是個好地方 聽說那地方是豔遇之都 我說別人咋樣我不知道 一是現在沒什麼遊客 二是別人經歷啥 我不管 不但沒有那經歷 反而招了一些招心事的 這還有人欺負我 恐嚇我 這就欺負到家了 已經 誰能想到 我會遇到這樣的事 是吧 我自己也沒想到 遇到這樣的事 挺生氣的 但是朋友們 你們說我該怎麼應對